B01第2章 第1个部分 进行时间 第1个问题 点出上中 上中就是上面的中间 它刚好是在10号20楼 我们一样 凭我们的超能力来找一下 它可能在什么地方 轻轻的先点一下 眼睛扫一下 这样扫过来 用眼睛扫描 有没有一样呢 对了就是这里的 在右边一点点 那老师都已经教这个方法了 上课的时候 老师还是看小朋友 都没有照这个方法去点 就乱点 先点一个轻轻的 来看看我们第一次的超能力 有没有很准 没有很准的时候 第二次再修正 现场写的 现在点这样就给老师看 网路批改的 我们继续写下一题 一样在右边 来凭自己的能力 先看对不对 有看出来吗 有一边大一边小 错了 那我们就知道要在这边比较大 所以要移过来一点 大概在这里 点粗一点 点它的右边 不要太粗哦 好那既然让它看起来是 画直线下来 老师讲一下 因为小朋友还是会错 点这个横线的时候 你大概就这样直的画下来 如果等一下点左中这个的时候 就要这样子画横画 就要跟线条相反就对了 好那这个部分大概是这样子 第一个问题只要写两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点出左中 左中就是左边的中间 它的位置在0号时了 我们也是用自己的擦能力先拆拆 看是不是这里 好眼睛扫一下 这一块跟这一块有没有差不多呢 感觉好像偏高了 你发现偏高了 现在这时候怎么样 发现有错了 怎样赶快修正哦 我们也有看过机器人的影片 机器人越跳越歪 没有看过这个影片的 请家长 请小朋友跟家长讲说 我们要看这个机器人跳舞的影片 他越跳越歪 不过不赶快修正 等一下两只会怎么样 撞在一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再底一点点 好不要点太大 好大家看一下 老师从镜头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准 还是稍微偏高了 所以自己点的时候 再往下点一点点 好 现场上课的就拿给老师批开 网路的再来写第二个 网路的比较 怎么讲呢 没有给老师看 是写完再看 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错 好 我们来写点这一个 所以要自己特别注意一下 好我先拆 因为我的超低超能力 第一次呢 感觉是这里 感觉好像还蛮公平的 好我们再大一点点就好了 应该在这里 好这个点完之后呢 现场写的也是一样 点完一个就要给老师看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第三题 点出中心点 中心点就在正中间 他刚好是十号十楼 好这时候我们也是凭自己的超能力去点一下 看四个有没有一样大 这有四个 豆腐 感觉还蛮准的 好就这里了 轻轻点就好了 不用太大 好接下来 好接下来 第二题 好现在写了点这里就给老师看了 网络批改的 我们来点第二题了 好凭自己的超能力 这时候发现有问题了 好老师先看一下萤幕 看是不是 歪了 好对没错 右边比较大块的一点点 所以你第一次拆拆错的时候 你就要右边这边比较大对不对 所以要在右边一点点点 这样就修正到了 好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好那 这个是 第二页的第一个部分 我们录到这里结束